工程在金鐘站的挑戰是很大的 但是我們的工程團隊一直用最大的努力 去克服種種的困難 很開心今天跟大家講 南港島線可以在今年年底通車 幾個月之前我們金鐘站的工程是有一些挑戰性 而且關鍵工程是比較緊張的 包括一個垂直機電走線的通道需要完成 因為這個走線通道剛剛在金鐘站的旁邊 因為金鐘站有兩條運作的鐵路是非常艱難的 但是終於我們工程團隊都可以把這個困難克服 將這個管制的走道做好 相繼的基電工程都是順利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工程是完成了 而且測試大致上是完成的 我們現在正在整理所需要的報告 交給政府的部門 等他們跟我們商討然後商頂這個通車日 就是這個通車日的